5月14日,星期二得到,早晨,我是新聞報道員,小碧。 現在已經被這個武漢肺炎玩了幾年多了,是否已經身心俱疲呢? 袁國仰說,香港人口已經捉起重症免疫屏障。 他根據醫管局隨機抽樣調查,85,000個員工當中,過去第五波疫情有22,000人受感染,即26%。 如果以26%進行粗略估算,本港750萬人當中,已經有200萬人已經受感染。 由於第五波疫情爆發後,醫管局要求員工每天做抗原測試,肯定不會染病,所以就認為有關數據可信。 他又引述三間大學數學模型推算,高達400多萬人已經先後受感染。 相信香港感染人數介乎兩個數字之間,即超過300萬人,至少40%香港人口已經受感染。 他進一步推算,現時打了兩劑疫苗的比率已經超過85%。 即使15%人口沒有完全接種疫苗,當中也有40%人口受感染,即大約6%。 綜合來說,反映香港至少有91%人口已經有免疫屏障。 他聲稱,由於接種疫苗後的感染機會一定會比沒有接種疫苗為低, 因此推算,較達91%至95%人口已經足起防重症免疫屏障。 他繼續說,現時每天仍有20至40棟大廈。 由於附近污水檢驗結果陽性需要遺風強檢,每天就會由1000人找到3至4個確診病人。 只要市民繼續維持對疫症的小心做法,例如配戴口罩、經常洗手和保持社交距離等已經可以。 再三呼籲市民不需要再恐慌。 袁國勇亦正如指,兩年多前已預言病毒不會離開人類,將繼續存在,希望市民接受事實。 反問能消滅病毒多久? 他更指出,這種病毒既然不能被跟隨,亦不能被消除 因為消除需要用很大的力度,影響經濟,令很多人不變,這個方法是行不通的。 所以只能進入另一個狀態,就是控疫,Control。 現在他已經放口封了,很明顯是中共跟他說,就要放這些口封。 告訴他,現在要與病毒共存。 他們就不用共存這個字眼,就用控疫,Control。 他聲稱只要將確診數目維持在低水平之內,不會導致醫療系統癱瘓。 同時,重症死亡人數將減至最低,傷害最少已經足夠。 形容香港現時已經進入了控疫狀態,但我不想再爭拗某些字眼。 強調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冠狀病毒可以靠抗病毒藥,或疫苗完全可以跟隨的。 只要能令病毒對人類傷害減至最低,就已經足夠。 他繼續指出,除了COVID-19病毒外,全球到現在已經有四個能引起雙風感冒的冠狀病毒, 包括OC-43、29E、NL-63、HKU-1,同樣一直在人類之間流行。 強調人類需要接受,我們不是那麼容易戰勝病毒。 在人類歷史上,只有天花和小炎麻痺症可以被人類戰勝。 天花是被跟隨的,而小炎麻痺症就是被消滅。 袁國勇更提及,縱使打針能預防重症和死亡,但不能防止上呼吸度感染。 所以形容夏天是最好的時間感染病毒,如果在人口之間低度傳播,作用等於天然疫苗。 因為夏天感染,肺部炎症反應較輕微,釋出的病毒量較低。 病毒在天然環境中,基於天氣炎熱,存活時間亦非常短。 在這段時間內感染並不是一件太壞的事。 他又認為,政府每天公佈確診數字已不可靠,應該因應疫情趨勢, 公佈每天由於疫情過失,需要深切治療,入急診室後, 需要送上病房的病人數字,從而了解疫情。 認為只要上述的重症,死亡數字沒有上升, 當局便可繼續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和入境措施。 看來港港政府已經默認了軟病毒共存是不齋的事實。 其實英國的疫情感染率真的高於香港很多。 根據哈芬登郵報報導,英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 英國在大流行的部分時期,每10個之中就有9個人確診武漢肺炎, 顯示了英國有大約10%的人可能從來未感染新冠肺炎。 而紐約洛克菲勒大學, Rockefeller, 臨場迷生物學家,舒伯恩, Andrew Spann, 最近將這群天選之人的基因作出研究,找他們可以抵抗武漢肺炎的原因。 這項研究數據將涵蓋七、八個受試者。 不過科學家到現在還在篩選五千多個認為自己可能對病毒免疫的人士。 研究的篩選標準相當嚴謹,當中包括了經實驗室確認這個人該從來未感染武漢肺炎, 未戴口罩等防護設備,但近距離接觸病毒, 以及接觸病毒時並未接觸疫苗等條件。 至於為何有部分人士接觸病毒後但未染疫,專家便推出, 這樣可能是因為他們的鼻、喉嚨和肺部受體較少,病毒很難與身體結合。 或者這些人過去可能曾接觸過類似的病毒, 所以免疫系統才能良好地抵抗武漢肺炎。 科學家亦認為這一小撮部分人可能擁有罕見的基因變異, 一生出來便擁有特殊免疫力。 所以他們才具有對武漢肺炎抗體的能力。 科學家更指出,如果他們可以找到這一小部分人可以逃過武漢肺炎的原因, 這樣政府的公共衛生建議和治療武漢肺炎的方式也可以獲得改善, 甚至還能確保一般人未來免受武漢肺炎的感染。 的而且,英國的市民對中了武漢肺炎是非常casual的一件事, 因為我有個同學跟我說:「我剛剛中了武漢肺炎了。」 即是當中了感冒那麼簡單。 哎呀,袁國勇這樣放消息, 似乎大家都應該走向與病毒共存的道路。 希望大家可以快點隨罩見人, 過正常生活吧。 下一則新聞,又要強烈恥笑黑警不見事。 將軍澳黑警遺失警察通訊器, 他就呼籲市民如果撿到給他。 一個隸屬將軍澳警區的黑警, 在昨天區內執行職務時意外遺失一部黑警的通訊器。 黑警接獲遺失器材報告後, 立即展開調查及到現場及附近一帶搜索, 暫時未有發現, 這案件列為遺失政府財物處理, 由將軍澳警區跟進調查。 有關黑警通訊器亦隨即被終止服務及已生效。 黑警呼籲市民如果撿到的話, 應該立即打電話去999, 或交到附近警署。 他們也不是第一次不見東西, 槍也可以不見, 這些通訊器不見有多難呢? 下一則新聞, 一個好消息, 日本已通關, 但只是限制旅行團入境。 武漢肺炎全球爆發, 許多國家封關, 當中包括香港人最喜歡的旅遊目的地日本, 不及當地有望最快6月放寬入境限制, 容許外國人用小規模旅行團的方式入境, 有香港旅行社已經準備應對日本開關。 例如, 某些旅行社在官網列出20個日本小包團的行程, 5日至11日的行程, 包括大阪、京都、名古屋、廣東等, 價錢就是6400至34000等。 出發日期就是6月和7月。 這個旅行社亦透露收到很多電話查詢。 不過旅行社最擔心的就是回香港隔離檢疫的7天, 才是影響香港人出遊的最大障礙。 日本政府由去年11月30日開始禁止外國人入境, 之後3月分階段放寬限制, 包括商務人士、劉鶴先生等, 並4月10日提升單日入境人數到1萬人, 但未准入境旅遊。 而香港人免簽證入境由2020年起一直未恢復, 就是大家已經沒有去日本兩年那麼久。 根據日本傳媒報導, 日本打算放寬單日入境人數達到2萬人, 最快會6月實施。 日本政府亦探討容許外國遊客用小規模旅行團的方式入境, 預料本月有結論。 未來計劃將會逐步增加入境人數。 日本首相安田文雄早前就曾透露, 極力爭取6月實施和G7即七卦集團成員同樣順暢入境。 但有一點要注意的是, 目前日本並不認可科興的疫苗價, 只是認可復必泰, 以及最少要打齊三針。 換言之,部分香港人不符合要求, 將無法回鄉下。 下一則新聞繼續跟進上海最新消息。 大白作惡多端, 現在竟然延伸到大白入室消毒, 一個上海青少年怒斥後爆紅在網絡。 近日被上海民眾白衛兵或大白的防疫人員, 被曝光後肆無忌憚地闖入居民家, 或強行將人帶走旁邊,或大攪消殺。 這個民眾非常生氣,形成很大的反彈。 一個大陸媒體《彭博網》報導, 上海當局成立的環境整治消殺工作專員, 已組織接近6000個專門消殺人員, 在這個住宅小區、建築工地、辦公樓、 陸地等十大重點地方, 執行、應燒、盡燒、不留死角的專項行動。 但很多上海人就說, 政府要求他們交出屋棋的門士,以便讓大白隨時可以進去。 如果不給,就會被人扎門、叫門,或一腳踢開門。 這就成為大白的標準動作,總之不能阻擋大白破門而入。 網上近日流傳各種影片顯示, 這些大白在居民家對著地板、架廁、梳化、廚櫃狂噴消毒水, 甚至將雪櫃中的食物通通吊掉。 令很多讀書人害怕的是,對著書櫃整個消毒水不斷噴, 甚至對著書畫藏品不斷噴消毒藥水。 有一個微博博主敦王妖職住在上海, 他在5月9日在微博中說, 他的爸爸是一位老一代漫畫家, 一輩子就和幽默打交道, 但被他打電話時, 他的爸爸開口打一句就說, 我真的很難過。 這位Blocker 說, 他的爸爸告訴他, 他們會拿走你的鑰匙, 直接走進來消毒。 他的爸爸更擔心, 我們家人如果被人走進來, 全方位噴消毒劑, 我的書怎麼辦? 我的畫怎麼辦? 我收藏的卷軸,各畫怎麼辦? 我一個老朋友跟我說, 他家裡藏了幾萬本書, 很多精品, 甚至是沽本來的。 如果有人要進來消毒, 就要從樓上跳下去沒眼看。 上海文聯的某老師就說, 家裡有吾槍石, 齊白石的真品, 如果被人破門移入消毒, 噴消毒藥水的話, 他這輩子便玩完了。 亦有人表示自己隔離員回家, 發現書櫃裡的東西, 全部被人吊在地上, 已經發臭, 刪除追蟲, 現在整屋都是蒼蠅, 用了三枝殺蟲水也補救不了。 還有網民整理了幾條防範被人破門入屋消毒的經驗, 最大限度就是降低它們的損失, 例如將貴重物品放在兩米五以上的高度, 家裡怕水的電子產品就應該套上膠袋。 例如電視、電腦等, 床單、衫、梳化, 如果被噴上大陸液體便會變色, 盡量套上塑膠模等等。 民眾擔憂, 消毒成為一項運動, 而且不僅發生在上海。 網上傳出的影片, 都是來自光蘇吉林等地方, 可有可能就是全中國都在做這些破門移入的防毒消毒措施。 5月9日, 一個東北口音的男子在影片中說, 回家後發現家裡被人消毒, 門口掛的衣服、梳化上的東西, 窗簾、床上的東西全部都沒有, 雪櫃的食物都被人丟掉, 家裡甚至有六千元都不見了, 社區、業務、消毒的全部都不想負責任。 網民甚至留言說, 又才解決了站出來說話的人。 還有網民就這樣說,幾十年前, 舉著憲法擋不著紅衛兵, 現在舉著憲法也一樣擋不著白衛兵。 同日, 上海律師劉大力在網上發表文章緊急請求 上海市人大常委會依法審查, 武漢肺炎的人士全部隔離的防疫措施合法性和適當性, 並緊急討論如何在防疫的同時, 亦同時保障市民民身權利不被 保障市民民身權利不被侵犯。 有微信公眾號張文新號在5月11日發布一條影片, 目前這條影片已經被當局全部刪除了。 這條影片顯示上海幾個防疫人員 試圖強行拉密切接觸者到隔離。 一個沒有出鏡的年輕人引用法律就跟他說, 防疫人員是無權強行拉密切接觸者到隔離的, 並且他拒絕被轉運。 一個穿著印有警察字樣的大霸就威脅他這樣說, 如果你拒絕被轉運的話, 將會受到制裁, 被人罰後影響你三代。 這個上海年輕人馬上跟他說, 這是我最後一代,多謝你。 這條影片馬上在網上瘋傳, 原話東正法大學前副教授, 錫士生道士和著名維權律師, 異見人士張學忠就這樣說。 這句極負悲劇意味的說話表達的是一種最深刻的絕望, 說話的人宣布了一種生物學意義的決定。 這個決定就是, 我們不會再繁衍後代。 這個決定背後, 是一個心理學和存在論意義上的判斷, 我們被剝奪值得嚮往的未來。 可以這樣說, 這句話是由一個年輕人對他所處的年代, 可能作出的最強烈兇手。 他說話時的口氣是平靜和自然, 但正正因為說得平靜和自然, 才令人覺得驚心動魄。 有網民就這樣說,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最悲良、最絕望的兩句話, 徐州鐵鏈女, 就這樣說, 這個世界不要我了。 而上海年輕人就說, 我們是最後一代了, 多謝。 還有網民就這樣說, 這個悲壯的聲音真的像核彈一樣, 任何一個在位的人應該要借罪天下。 只可惜, 為了那把交椅他們已經走火入魔, 完全喪失了人性, 而現在還生存在世界上的你和我, 能做到什麼呢? 在這裏見到, 不僅是香港的年輕人絕望, 連大陸的年輕人也對現在的情況感到絕望。 我今天尾部加了和大家聊天的環節, 所以錄得太多了, 將這個環節分開兩節, 麻煩大家結束了部分, 去部分二聽起來吧。 在這裏見到很久了。 在這裏見到很久了, 因為我們也有信心, 谢谢大家